以為這個身分去來用惡意的爆料 來去監督一個平民 刑事的部分沒有結果 那種民事的求償 我還是會繼續的去繼續做下去 放話戰鬥地全是因為徐曉星指控溫朗東 為了逃兵裝瘋賣傻 這口氣他可吞不下去 如果要去跟國防部檢舉 我非常歡迎 他檢舉100次 結果都會是一樣 因為我個人的一個兵役的狀況 都是有所謂法也經著其檢驗 但是徐曉星過去就是 東連西連一直開戰場 然後去模糊焦點 然後當逃兵和家中旅遊案子出來 我們就按照我們的申訴管道 徐曉國會查 是不是逃兵 國防部強調一規定走 同一時間立法院聯席 審查陸海空軍懲罰法 修正草案 這條近百年都沒修過的法 國防部打算明定 回過期間不算服役時間與年資 就怕會有當不完的兵 最大的改變就是 你再回過那五天 你現在退伍的事叫延後五天 如果你一期他犯了錯 毀過也犯個一期的話 那他也不在乎 如果關緊閉還不怕 修法海考量納入 剝奪退休金 均人有違紀行為 按照這個修正草案 請問是誰來剝奪它 你覺得可以跟懲戒法院 達到相同的標準嗎 我真的拜託國防部 這個部分要非常審慎嚴謹 你這樣的剝奪跟減免 其實是不合理的 因為他不符比例原則 但修法影響所及爭議過多 朝野立委同一暫停 並陸續召開公聽會 等釐清相關爭議後 再逐條選查 也避免言行駿法 卻寒了軍心 靜新聞 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